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长寒的几句 句句 句句 信仰节不像的 第一句 普贤菩萨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海无量的城会界转变 这个法尔的意思 清梁大师给我们说明的是随意而转 自自然然的随意而转 这一句是走数 第二句呢 这是讲居住在这个世间 这个刹土 众生造极重罪业 把居住的环境 转变成无座卧室 差不多像我们现前 这个社会就是属于这个状况 第三句呢 是讲这个世间呢 有一些修仁天佛报的人 这些众生 居住在这个地方 造作罪业的人很多 这里头还有一些人修复 所以这个世界是人尽相杂的 人都尽少 这算是不错 有一些善情人士 第四句呢 是讲信洁菩萨 地前菩萨 都是属于信洁菩萨 这个里头讲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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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 从初发心 到 意识回向 都包括在这个 这里面 这些人 住在这个世界 多了 他 会 转变 这个世界 尽随 新转 这些人多了 都是真正修行的人多 所以这个世界 就变成 静燃界 转变 静多 燃燃少 所以不能成为 静土 因为他里头 还有家杂 到第五句 是讲到 无量众生 发菩提心 那这个是 地上菩萨 粗地菩萨 祝真正的 净土 这祝化藏世界了 所以 这个 岔根结 都是纯 清净 没有 人无家杂 前面我们读的 祝菩萨 各个 游住世界 那个各个 就是从二地 到十地 九个位置 他们修行的方法 是教化 教学 相掌 那么现在我们 都得 这一段 这个第七段 你看看经文 一切世界 世界海 祝菩萨 云极固 清凉大四价 大壮严 这 下面是 世界海 无量 大壮严 皆转变 大壮严呢 就是普行为 等觉菩萨了 前面讲到 深地 这讲到等觉了 等觉菩萨 大壮严 为什么称大呢 他能够 壮严 微尘里面的 岔土 前面我们都过 某端上的岔土 某孔内的岔土 这个就说明 摄地菩萨了 还没有这个能力 到等觉 就有这个能力 那么由此可止 我们都怀疑 知道 普行菩萨 有三大位 有当位 普行 就是这一段所讲的 是等觉菩萨 还有一种叫 为秦普行 就是等觉以秦 那些菩萨 修普行行 凡是修普行行 都是普行菩萨 什么叫修普行行呢 我们换一句话说 凡是依照 华言经 这个教义修行 这个人 就是称普行菩萨 那么由此可知 普行菩萨 有初发心的普行菩萨 我们如果发心来学习 那我们就是普行菩萨 我们是普行菩萨 什么地位呢 幼稚园小班 所以普行菩萨 也是52个阶级 最后那个阶级 那叫当位 那是圆满的普行菩萨 这一句是讲 圆满的普行菩萨 普行菩萨的行门 红院行门 叫院行 大院大行 全部画眼睛 佛菩萨教化众生 确确实实 善巧方便 我们现在人家 高度艺术 我们不能不佩服 把无量无边的院行 归纳成十条纲领 总纲领 我们就在修行的时候 就方便了 这十条里面 前面七条是院 我们将普行行愿 后面三条是回向 所以说院里头 我们一定要晓得 真正的院 只有七条 但是后面那三种回向 非常重要 那三种回向 才真正把普行菩萨的 心量 说出来了 大臣 大臣 大臣菩萨讲 心包 太虚 亮周 杀戒 那跟普贤比 差很远 很远 为什么呢 大臣菩萨 没有包括 尾尾尘里面的 尾尘里面的 插头 没有包括 能如啊 如不思议 泄脱境界 那个不思议 泄脱境界 真的很难懂啊 不容易体会到啊 所以我们今天怎么个学法呢 这个祖师大德门 心很好 把普贤诗院 列在朝末扩送里 叫你每天做早晚课的时候 都念一遍 一遮离今祝福 二遮称赞如来 三遮广秀供养 四遮残处业障 这里念的 换一句话说呢 天天呢 给你提醒 你是不是真的提醒了 我知道 很多人呢 出家在家的 天天念呢 并没有提醒 念是念了 在日常生活当中啊 把普贤菩萨这个纲领啊 修行的纲领啊 忘得干干净净 但是 这有人问我了 还要不要念呢 念总比不念好啊 为什么 你不能够落实呢 说老实话 你对于普贤菩萨的教会 印象很淡薄 而你的烦恼习气 非常非常严重啊 所以每一天 念这诗句 不过是 三四分钟啊 他不管用啊 天天提醒一次 有好处 那总要提个相当长的时间 你被普贤菩萨 这个行 修行纲领 印象慢慢深刻了 它起作用 这一起作用呢 你就是信洁菩萨 不起作用啊 你今天纵然是修行 修得很不错 说实在话 在我们这个 转变的 这诗句里面 你是属于修佛的中心 你还不能说是信洁菩萨 这前面 我跟主要说的很详细 没有入信洁位 入信洁位的人 真心真意感啊 那个法院要求生净土的人 那是信洁 完全靠信洁 菩提心并没有发得足啊 我在前面讲了 这个一百分 你发个一两分 那一两分呢 在灵命中是往生 是起大作用 最怕的 是灵命中时 把菩提心给忘掉了 这个麻烦你了 灵命中时 那个真正菩提心 百分之一的菩提心 是什么呢 偶尔大师说的最好 沉沉肯肯公公进进 一心详森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心就是真正的菩提心 真菩提心呢 不容易保持啊 灵命中时 这叫正念心情 这个音念不可思议 也跟弥险的本音 跟弥险的本音相应 圣灵往生是第十八月 发菩提心是第十九月 四十八月 这两月非常重要 你看看 无量寿金 三倍往生 都是讲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一向专念是第十八月 发菩提心是第十九月 有很多人误会了 只重视第十八月 而苏获第十九月 结果不能往生 非常可惜 真正发行求成尽土 我一定要把缩破世界放下吧 我总不能把缩破世界 带到尽土去吧 没这个道理 所以你只要能 真正发愿求成尽土 把这个世间 所有一切的缘 再也播放在心上了 你这个心 就跟菩提心相应了 前面跟诸位报告过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慈悲 你跟这个心相应 这个心是无上菩提心 修行不能不重视 如果你能够居足 百分之二十的菩提心 还有百分之八十的 妄想 砸念 忍无助 说实在话 你求生尽土 你都有把握了 如果你能够有 百分之五十的菩提心 四十到五十的菩提心 还有百分之五十六十的夹杂 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可能你就有把握了 就能做到生死实在 所以这个法文叫 待业往生 不可思议 那么到 法菩提心 华言经上讲 法菩提心这个标准 是尽死犯了断 沉沙翻了断 无名破一平 我们做不到 他的标准太高了 如果我们有这个标准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在前面说过 是生十报 专严图 不是生 反生同居图 方便犹豫图 生十报 专严图 不到极乐世界 到华藏也一样 在华藏地位是 原教初度菩萨 法身大死 菩提心一发 就法身大死 但是他们要修菩营心 他们真正修菩营心 华言会上 通通修菩营心 怎么知道的呢 温书如菩营 是华藏世界 匹努真那佛的助手 是华藏世界 祝菩萨众里面的 指导老师 这两位老师 天天都是教导 四十一位法身大死 求生彌陀进度 我们明了了 所以华藏跟彌陀 是一家 真的是无二无比 可是那个心 怎么能发得出来 怎么能发足 实在讲 那华言对我们的修行 真有大帮足 结的透彻 你信就神了 金刚经常讲得很好 信心不逆 就神是相 不要说到玻璃 玻璃就是清净的 神是相 神真是智慧 但是要到感觉 那个十大愿望才修圆满 我们现在天天在修 分数不够 我们今天学习十大愿望 能打几分呢 很多人呢 那个分数是零分的 你有一两分呢 不错了 一定要认真 要努力 我们的分数啊 希望是年年能增长 不要增多这一分 今年我发心呢 我能修到一分 明年也修到两分 要增长 离尽祝福 你心不真诚 你的心不清净 不平等 没有正觉 没有慈悲 你的离尽 做不到随时的零分 我们不但对一切人 要离尽 用真诚 清净 平等 慈悲心 离尽 对一切动物 要离尽 蚊虫 蚂蚁 都要离尽 你能做到吗 对一切植物 树木 花草 离尽 乃至 对一些矿物 山豪大地 沙石泥土 我们这个讲堂里面 坐一板的 平等的离尽 一切时 一切处 六根所缘的 六种境界 这六层境界 没有一样不离尽 离尽的心 离尽的心 从来没有一分一秒 减断过 普贤菩萨 还不止这些 还得九法界众生 对于 我们刚才讲到出身 我彻底尽 真诚 平等的 恭敬 这叫 普贤心 决定没有 有丝毫 焦慢的心 决定没有丝毫 贪嗔痴 贪嗔痴的心 首先 我们这个真诚恭敬 做到 然后修 称赞如来 称赞如来 中国古德 常常讲这样 迎我扬善 如来 是从信德上讲的 凡是 于信德相应的 善思 好思 称赞 于信德相违背的 那就不是好思 不是善思 不称赞 不但不称赞 也不可以把这些事情 放在心上 为什么呢 放在心上 我们自己的 亲近心 被污染 我们自己受伤害 别人不受伤害 现在多少修行人 在家出家 修行不能成就 烦恼不能断 什么原因 把所有一切众生 一切不善 放在自己心上 你说 这只是笨到所以然了 糊涂到所以然了 聪明人 要把心里头种种不善 血气掉 把他断掉 我们常讲放下 心里头 只需容纳 一切众生的善心 善心 善念 善心 这是佛在十三月道经常教导我们的 昼夜常念 善法 思维善法 观察善法 不容豪奋不善家长 我们要记住啊 养成自己 纯净纯善的心 那是佛心 我们就成佛了 如果我们心里头 还有别人的不敬不善 架杂在这个心里面 我们永远高流到轮回 为什么 轮回心 轮回心是不清净的 要求我 别人不善于我不相干 我对他恭敬 他不善 我不称赞他 但是一个人 不可能一生 没有一点点善心善心 他有 他百分之九十九不善 还有一分善 那一分善 我们称赞他 九十九分不善 我们不必去理会他 绝对不放在心上 所以修行一定要记住 修什么呢 修自己 纯净 纯善的 心 行为 我们自己这样干法 认真 努力的干法 就是教化众生 众生 现前 看不出来 我们不着急 我们只要自己做 到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五十年之后 哦 他看到了 他会觉悟了 弥勒菩萨住世的时候 常常跟人说 时时 是世人 世人常不识 菩萨了 时时做个世间人看 世间人看不懂 没觉悟 我们是凡夫 不是圣人的 我们学圣人 学菩萨 对自己肯定有好处 所以我们这个讲经的总题目 学为人思 行为 示范 我们要学做 一切大众的表率 我们要做一切大众的模范 所以我起心动力 自己一定要分析 我这个念头是善 还是不善 我这个念头是利益众生 还是伤害众生 我这句话 对众生是有利 还是有害 我这个行为 我这个做法 对社会有好处 还是有坏处 还要想到这个善物 影响面会多大 影响时间会有多长 这叫真正修行 所以真用功夫在哪里呢 在自己起心动念之处 起心动念 我真清楚 真明白 我跟同学们说 我跟同学们说 我是凡夫 烦恼非常重的凡夫 我闻到佛法的时候 五十年的学习 学什么呢 老师教导我 看破我方向 五十年 年年方向 越越方向 天天方向 最重要的 放下自己的妄想分别之处 放下自己的烦恼习气沉浸 不是一天的事情 五十年如一日 现在才做到 没有自私自利 没有明文力养了 决定不贪然 五十六成 老师教导我 随远 什么都好 没有一样不好 别人能吃 我为什么不能吃 别人能穿 我为什么不能穿 社加牟尼佛 为什么要过 那个最苦的日子 他要跟世间 最穷苦的人一样 行事能随远 随富贵人的缘 容易 随贫穷人的缘 难 极贫穷的人 你都能跟他随远 你都能跟他一样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我们的榜样 我们的定型 就是本思释迦牟尼佛 眼前最近的 我老师教导 学硬光法师 我杜了硬光法师 文超 现在出了一个拳击 金庄七次 我在大师 平常教导大众 这十六个字 顿伦净奋 闲血存尘 幸运念佛 求生尽土 我把这十六个字 写下来 我能体会到 这十六个字 是硬光大师 这一次 视线在世间 注视八十年 他老人家 自己所视线 教化众生的 就是这十六个字 他一生 做出来 跟我们看 我们学他 就学这十六个字 所以我把这十六个字 作为我们 进宗学会的 修学总纲理 最高的指导原则 进宗学会 修什么 就是印竹 这四句话 进宗学会的同学 顿伦净奋 你有没有做到 顿伦净奋 从哪里起来 从家庭做起 你学佛 你搞得一家不和了 你错了我 顿伦净奋 顿伦两个字 怎么讲 用最清闲的话来说 与一切众生 和睦相处 平等对待 那就是真的意思 我们与一切众生 不能够和睦相处 不能平等对待 看我比他高 他不如我 这不是学佛 不当然不是学佛 这也不是学儒 为什么呢 印竹前面这两句 儒家讲的 后面两句 才是佛法讲的 信愿念佛求生 那是佛法 佛法建立在 儒家道德的基础上 你连这两个字 都做不到 你怎么能成就 这两个字 实在说 就是敬一三福的 孝阳父母 奉事事长 孝亲尊师 佛法是师道 不懂得孝亲 不懂得尊师 你学什么福 我讲过 我讲过多少年了 一出家 教学讲经 就常常说 就常常讲啊 佛法是师道 师道建立在 孝道的基础上 在中国 四大菩萨 代表大臣 学习的四个 刚灵 过程 第一个是 地藏菩萨 代表孝亲尊师 观音菩萨 代表大慈大悲 大忍大义 你能懂吗 文殊菩萨 代表的是 大智 大慧 菩萨 菩萨 代表 舍心 一教奉行 把这个 孝道 思道 慈悲 仁义 智慧 完全 落实在 生活 落实在 除世 待人 皆无 这叫 普贤 我们要 学习 我们是 为钱的 普贤 西方 极乐 世界 是 普贤 菩萨 的 世界 我讲 无量寿金 常常说 这是经常讲的 无量寿金 一开端 弦共 尊修 普贤 大师 只得 你们想想看 西方 极乐 世界 每一个人 他修什么 都是修 普贤 大师 之得 所以 西方 极乐 世界 是普贤 菩萨 的世界 在华言经上 我们看到 普贤 菩萨 十大愿 王 到归 极乐 到了极乐 世界 还是修 十大愿 王 十大愿 王 修 圆满了 过过都 臣佛了 阿弥陀佛 提供这样 好的 修学 环境 让每一个 修行人 在那里 什么心 都不操 万云放下了 一行一一 上求下望 提升自己的境界 提升到等局 提升到就近复古 他方世界 有仗云 难啊 你的还应付啊 西方世界 所有一切 仗云 都没有 所有一切 这物质 精神 生活 都圆满 用不住 操一点心 我们这个世界 修行 最大的障碍 衣食住心 所以 古人常讲 发能未转 摄能心 每天三餐饭 都吃不饱了 你还学什么佛呢 要你安心 板道 安心 学佛 至少 你要能吃得饱 能穿得暖 你才能安心 西方世界 西方世界这些 一点都不臭 所以 无论在心理上 在精神上 丝毫压力都没有 那个里头最好的老师 本师 本师是阿弥陀佛 每一天所亲近的 社方无量无边祝福如来 老师啊 同学呢 都是大菩萨啊 菩萨摩佛萨 同学啊 同餐道友啊 每一个人 一丝毫的恶念 不善都没有 所以 那个净土 纯净啊 大庄严啊 没有丝毫不善 不但没有这些不善的事 连不善的念头都没有 你就想想 这个世界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们烦恼 业障习其重 那到这个地方来修行 最好了 你得到的要保证 你在他方世界修行 肯定会退断 为什么呢 物业态度 你不可能不受外面环境的影响 你要不受外面环境的影响 那是相当修行的功夫啊 不受外面环境影响 你还要会受外面环境影响 你就自己要明了 成就不容易 你要选择 对你有利的修学环境 所以古无大德 所以古无大德为什么把修行的环境 这个道场 建立在深山里面 原因 就是离开一般染污的灯水 跟他了 距离越远越好 他是什么染污呢 他有自私自欲 他有明文力 他贪图无欲六成 他有贪诚之慢 染污 我们要修清净心 怕受他污染的影响 所以找一个清净地方 人及不到 到深山里面去修行 到真正不受影响 这些烦恼稀气 统统都断了 再出来 再出山了 出山是自欲能化他了 要在城市里面磨练 磨练真的不然 你在深山里没有接触 换句话 虽然修到清净心 还没有经过考验 不能算是真清净 回到都市 回到居离居乐 就是各个游住世界 你要到各个世界去游历 去考验 你是不是真的不然了 自己真的不然了 能够劝导别人不然 所以自己修行 真正修行 用功到深山里面去 信洁菩萨了 下山了 去教化众生了 那是地上菩萨了 不怕了 不怕了 无欲留城 围到身边的时候 中文大德讲得好 不怕从中过 片叶不沾身 心地道纯净纯善 与绝毫不在哪 自己 不是说天天 念念 成就自己的工作 成就自己的工作 念念提升自己的境界 他怎么不快落呢 佛法里头常讲的长生欢喜心 法喜充满了这两句话你才真的懂 否则的话这两句话你听了不少 你也会说这两句话真正的意思你不懂 为什么你不懂呢 因为你没有法喜 你没有长生欢喜心你不懂 你要真懂了你就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 你才真懂了 什么时候真懂呢 你的心地纯净纯善 善恶夹杂不行 你还不懂 到纯净纯善的时候你才真懂啊 所以此地讲到普贤菩萨 我们特别偏重在地前普贤我们有份 学普贤菩萨的礼尽 学普贤菩萨的称赞 学普贤菩萨的供养 我们没有钱供养 我们有体力 做医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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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我们的内财供养 如果没有这个云 这个内财也供养不上 我们以我们的心愿供养 也就是我们要想为一切众生服务 帮助一切众生 我这个心我这个愿 念念不间断 这是普供养 供养黎明 一定要知道 罚供养为罪啊 提升自己境界 一定要忏悔业障 不要晓得 礼尽是参除自己的 称赞也是参除自己的 供养还是忏悔自己的的 后面长随意佛许 是忏悔自己的 秦砖法轮 秦夫住世 到这里是愿 后面是回向 恒顺众生 是回向 众生 随习功德 伏戒回向 总是离不开 菩提 众生 发戒 这个十大纲 常常念 常常记住 一定要认真 努力 学习 普贤 行人 评里 特别是最后一句 当年 清梁大使 参加翻译 翻译完成之后 皇帝有详书 请他 注节 他注节 做完之后 特别把这一卷 提出来 单独流通 就说 末后这一卷 便于受持 这个 静呆 洪一大使 他就是用 虎行 行人品 做自己的 朝末 公库 他早晚 多年一遍 修朴先行 求生 建筑 现在 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个词 中文字幕志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